好的 其实是这样 我们讲义之为书 广大细备 这个义 就是我们讲义经 它是既广且大 完全具备 你讲什么都行 只要跟大自然的道结合在一起 我们讲义经 这个义经本来就是什么 它是日夜 一个日一个月 日夜相推而明生焉 日夜相推而世始至焉 日夜相推而鬼神至焉 日夜相推而其送至焉 它包括日夜 日夜和明界 什么明生焉 它包含事实 事实的运转 鬼神吉凶 都包含在其中 它不科学 那也不行 换句话说 它一定要有 有所笨的 有所根据的 它要讲 让人家可以听得懂 尤其在广大的佛罗大宗 它不喜欢讲神道色效 讲鬼神 讲那个虚无缥缈的 它要让你磨得着 看得到 可以隐正东西 所以讲义经 不如以前 它可以用灾想 它比如说可以断定你以后 会有什么急凶迫伏 不是光这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讲义 尤其到全世界去 在林勒果他们讲36场 其实是38场 他安排了38场的演讲 一个系列 讲科学 讲物理 讲华学 正是讲现在纬度的东西 现在的邏輯 现在的科学里面 它不是光讲一个 让你难把做梦的 不好做梦的 不是 他讲维度 好比霍普金斯 他讲25个维度 我们讲义经 25是什么 就是123456789 0 这十个数 有奇数 有偶数 奇数就是13579 偶数就是2680 我们把1加3加5加7加9 就是25 这个奇数啊 减因值就是5的平方 5的平方不是25吗 所以霍普金斯讲 我们总共 在这个宇宙里面 会有25个维度 那这个其实就不是义经了 义经里 它25 它还要乘以25的平方 那25的平方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了呢 其实也不是 其实义经里面讲到1加到10 奇数为55 5的平方 这个55的平方 有3025 也不是3025 就好比有人说 这个宇宙里面有黑洞 有白洞 你找到一个黑洞 找到一个白洞 不就是阴阳吗 这个阴阳 这两个 黑洞白洞 不代表它就够 有两个就有成千三万个 所以这个树的衍生啊 太厉害 太伟大 宋朝少庸 少康杰 他又名为少姚夫 我们轻易一点的话叫姚夫 然后我们称他为康杰先生 他的言名叫庸 那他已经讲到12个年瑞 一年12会 一会30日 一命12世 一世30年 一年12个月 一个月30天 一天30日 12个世成 等于我们大家在这里见一次面 最起码要12万9600年 好不够 其实是不够 它是360的比较 我们讲有四季啊 它还成为四 多少 五十一万八千四 这个零零总统都是树 先有像或有树 然后可以推定 这个就是 北宋五子 少庸 他提到的宇宙哲学论 所以他做了一个黄奇经事啊 这个黄奇经事呢 震恨道经 他是从他那个时候一直讲到 寿朝末廉 把北宋讲完讲难说 从三皇五帝 他皇帝王霸一路讲 那现在当然是道德讲了 霸王帝王 都是道德讲 为什么它是一个循环的 十二万九千六百年是一个循环 这个皇帝王公 这个是四季 好比我们有春夏秋冬 太极生两一 两一生四季 这就是四季 水火风土 他熏了一个环以后 然后讲八卦 八卦讲完以后 讲六四卦 这个都有次序的 所以找到这个纪元以后 可以自王渐进 可以知道过去 可以明白未来 准不准报答买的 所以一之为书 广大西背 无所不包 无所不揉 你专门在树的这个角度 你可以前世 你在科学的角度 也是在 易经的环球 好比我们现在最夯的 这个物理学 今年它的话题是什么 就是天使栗子 那去年呢 讲的是神栗子 前年呢 讲鬼栗子 这个栗子不过就是 宗子 离子 一直到我们现在讲的胭子栗 这个速度太快 好 这个就是一个 时光隧道的重现 这个即将啊 会把这个世界 带到一个极力 也就是时光隧道 其实易经里面才早讲的 我们讲灵魂 灵魂细无缥缈的 大家看不到 郑波斯应该听过灵魂 现在科学家 也证明 它是叫做 旋理论 外旋理论 来证实科学 换句话说呢 很多东西你现在想得到 将来就可以支持得到 讲到灵魂 中国人不讲灵魂 他讲灵魂 灵魂 灵魂就是什么 就讲信 信天 信天你也是做不到 看不到 洪老师是讲什么 中国人里面的天命之魂信 他讲的天命 这就是这个信 什么叫天命 上天所赋云的生命力 我本不亦生 忽然生一世 我本不亦死 忽然死其至 什么力量 灵性的力量 所以我们才有这个 昂昂昂的屈指之躯 就是有个灵性 信在人在 信息就人亡 你也决定不了 这个人啊 他怎么来的 为什么你生来富贵 为什么你生来富贵 为什么你生来就跟别人不一样 我比别人更打拼 我比别人更打拼 这里面就讲到命 不就是信命吗 所以 中国在 道家的思想里面 讲到了信命双修 他已经提升到信跟命的双修 也就是你一旦要修命 要造福 那也要说你的信啊 才能够超越所有一切啊 所以进而有禅宗 有佛家的这种跟进 其实啊 在我们的道德领域啊 道座提到 尤其是易经嘛 易经有讲先天八卦 有后天八卦 那什么叫先天八卦 先天八卦 没有文字 没有语言 唯一的是什么 就是那些符号 这个符号叫巴索 前为天 坤为地 离为火 坎为水 迅为风 然后 亢为山 对为泽 这个八卦 八卦是什么 一阴一阳而已 会长 我们才一直讲 羊 一阴一阳之味道 我们为什么讲阴阳 那阴呢 太大了 你看不到的部分太多了 那阳呢 也就是九种颜色 一百二黑三闭 四绿五行 六百七次八百九尺 这个九种颜色 你看得到 你那个评例 你看得到 但是我们刚才讲 一百二黑三闭 四绿五行 六百 七次八百 九尺 有一个一 有一个六 有一个八 都是讲白色的 这个168有很多广东人喜欢用168 168是什么 一路花 所以他喜欢白色的 这个是有点牵强俯会 这个120和620一直到整个九指色 是我们颜色的基本色 也就是彩虹基本色 红黄蓝地 什么本蓝顶石 那个是什么 彩虹色呀 那怎么又有600有800 是紫外光跟红外光 紫外光你看不到 它的频率看不到 就是一片是白色的而已 那红花光 它的频率太长 所以你也看不到 把它归列成什么呢 你看不到的白色 其实呢 如果你有光灵 这个镜 山灵镜 你看就知道 它也是九种颜色 120黑 三臂四厘 五方六百 七十八百天子 这各种的白色不同 这各种的白色不同 那这是什么 这是先天那 先天的一块 前为天 故为地 这所有颜色 有的你看得着有的你看不着 有的你看得到 有的你看不到 所以我们说它是九种颜色 其实就是八卦的颜色 那也就是我们的树的颜色 所以我们现在都讲Digital 讲树 你看摄影机它是Digital 我们的有光彩 Digital 什么颜色 120黑 三臂四厘五方六百七十八百九十 就是这个颜色 就是八卦 有趣的是 现在我们把电子碰撞的树 它的运动方向 完全是在八卦里面 你看 这是电子碰撞的颜色 这个图本来是这样 它本来是 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 我把那个格子把树拿掉 因为它是无形无形的 你就会看看 它原来是什么样子 就是一个电子碰撞 各种层次都有 你数不清 看不清 看不清 看不清什么意思 看不完的呀 这个是电子的碰撞树 也就是我们现天八卦里面 因为福西斯 他看到它各种不同的层次 加乎现在科学讲到 三维空间 四维空间 这里面不就有八维空间了吗 那当然不仅是这样 这个宇宙 它是层 不断的在破变的 这叫做膨胀论 宇宙的膨胀论 讲的是什么 讲先天的八卦 到了文王以后 他把这个历代 历朝历代的 这些圣伟们 所作为帝王之学 来教育所有子民的学问 利用七年时间 他棍在幽里 那个七年先前面试 他就把它演变 一直是把它演练 花七年时间 整理出一套 作业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得到的 作经跟作传 作经是文王跟作公之作 到了孔子以后 他得到老子的真传 那回头呢 他又把它整理了 他又做戏词 戏词有上下 戏传有两个 讲卦序 讲卦名 讲文言 天啊等等 我们称他为实义 这个叫作传 后来的学者把作经跟作传 结合在一起 叫作作义 合并成为作义 那当然 这就是后天的 所以自从孔老夫子里后 所讲的这些 都是后天的 先天的 是福西市的先天八卦 后天的 就是我们讲到周文老 以后的这个八卦 他叫后天的八卦 他也仍然有力技术向 有各种像素 所以在整个疫经的发展上 他们很重要 最主要是我们现代人 很少人真的去了解 什么叫先天 什么叫后天 所以我们为了正本情缘 我们要把这个先天八卦 跟后天八卦的应用 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先天八卦 它是本体的 宇宙本体 后天八卦 是宇宙 甚至我们地球 在推论上应用的 一体一用 先天为体 后天为用 体用皆解以后 才形成一个完整的八卦 也就是我们讲的八卦 因为我们现代人都在欢意 在欢意这些疫经 它把疫经的本意 完全毁至一旦 大家都在看什么 看欢愈的吗 因为这个无形无相的创建 它看不到你 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 死前死 去到我们这个文法的发展上 从文字到文学到文化 那就是有一个漫长的途径 我们把这个漫长的途径缩短 搭乘了这个时光吹倒 让普罗大众可以了解这个疫经 这也是所创的呀 那也是创建的 有人讲 这个不就是你们河家的意义吗 其实河家都是大家 为什么 你看我们常常讲花肉飞下 河是河地 河年河夜 都不是讲河吗 河它是什么 是一个探号 叫集 加河 又叫集合 集合是什么 就是不断可以延伸嘛 所以意义是不断延伸的 我们也期望借助在这个地方 来看一个不断可以延伸的意经 你一辈子讲都讲不完 你一辈子学习都写得怎么样 觉得 游恨怀孕 那这样呢 才耐人寻味 探讨集合 核是一经 乃正本清源 把先天八卦跟后天八卦 完全结合在一起 你可以应用在所谓三一命普相 科学 数学 甚至医学 通通可以用得着 那才是可以为 意志为书 广大西背的真理吧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 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 谢谢